4月14日在東京文化會館看了大野和事Kazushi Ono 指揮東京都交響樂團Tokyo Metropolitan Symphony Orchestra 演奏頌八格的鼓雷之歌Guerida 這場演出是東京春音樂際的閉幕音樂會 而東京文化會館亦是這對東京都交響樂團的主場 這首樂曲在演奏或是logistic的層面 都可以說比馬立第八九響曲有更大挑戰 但又不會像馬立八般買得到飛 因為很多人包括香港多數樂迷 一聽到孫伯格的名字就走隔不休息 所以都很難不飛出去看 而今次我終於看了第一次現場 東京今年有三次鼓雷之歌 由三對不同的東京樂團演出 今次大野和事Kazushi 第二次 十月會有Jonathan Knott 指揮東京交響樂團 這一隊是沒有刀字的 英文就是Tokyo Symphony Orchestra 雖然這次演奏是本地製作 但很多獨唱不單是國際級數 有些還是頂尖的歌手 但我先講了一個麻煩的 是唱男主角Valdemar的南高音Christian Foyt 之前連他的名字我都沒聽過 我是沒有帶著成見去聽 但整場他都表現一般的 沒什麼聲音 經常都要指揮 按下一個樂隊去就他 唱Torvay就是Elena Pankatova 他是近年沒有起得很快的 華格納和里察斯特勒斯女高音 我之前在拜萊特 聽過他唱Pasifal 又在維也納看過他唱Electra 今次他都表現到他既有力又有靚音質的特點 雖然他不是最爆棚的華格納里高音 但沒有人像他的聲音那麼滑 不過接著Torvay出場的是唱Woodduff 森林白甲的藤村實穗子 Mihoko Fujimura 藤村就完全搶了Pankatova的風頭 其實Pankatova本來都是以女中音出道 但藤村實穗子一直留在女中音的領域 我以前在歌劇或音樂會聽過藤村 但這次他更令我掛目相看 因為這個角色要唱得很低 但又要喊得很高 跟著又要跟整個樂隊去鬥力 但藤村好像無敵一樣 其實他十幾年前已經在歐洲站得好穩 但近這五年又少見了他 不過我想現在才是他的巔峰 之後十月的Jondavan Nott的古雷之歌 都是找他唱心臨八甲 我又剛剛想起 其實Abado最後一次把心臨八甲這段獨立演出的時候 都是找藤村去唱的 回去說樂隊和合唱 我的位置數不完樂隊有多少人 但都看到低音大題琴有12支 中題琴有16支 我估計今次都跟足雙八甲要84支原來的要求 另外雙八甲又想要4支長的和4支短的分開演奏 單黃館一共7支 就連英國館和低音巴松館都各要兩支 所以我剛才說在樂珠食上面 古雷之歌題很麻煩 這就是原因之一 不過東京就有很多惡師 要找就多多都有 不過用這麼多人 就不是要追求最大的音量 而是蘇伯格他想追求一些 很濃厚的半音階和聲 是不單止超過馬勒 甚至還超過理察斯特勞斯 所以要有這麼多人 才能夠吹到這麼多音的和言 不過我第一次在現場聽 其實都不是很感受得到木管和銅管有很豐富的色彩 或者要聽回德國奧地利的樂隊 才可以聽到蘇伯格真正想要的效果 不過今次的演奏的娛樂都玩得不錯 人是很多但都很齊整 理想來說 古雷之歌都最好要合唱團有這麼大 第三部分鬼魂士兵的男星合唱 一共分開成8個聲部 所以有差不多人數才好聽 這場男聲和女聲加起來 都只有130人左右 不過幸好音量都足夠 包括最後合唱 大野和士都只剩得挺爽快 整個演奏只有一百分鐘左右 比起現在有些超過兩小時的樂音 這個演出都算挺快 大野和士的氣氛落得不錯 沒什麼冷場 假如有冷場的話 就是藍高音唱的事 這次未令我完全滿意 但都已經還了我現場聽的心願 話說話 我頭兩次現場聽馬立伯 簡直是不高興的 要看到第三次才真正滿意 那次是Ratto指揮柏林愛惡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可以給我一個like 訂閱和按鈴鈴 就可以即時收到我出新片的通知 多謝收聽 拜拜 拜拜